在台北市的南港区幼儿园传出了虐童事件 又叫老师疑似掐住女童的脖子 还把这个小朋友呢抓起来倒带葱的方式 头下脚上正摔在地上 妈妈看到受到这样的待遇呢非常难过 现在北市教育局也针对了整体事件做调查 幼稚园里孩子坐在柜子上 突然被老师掐住脖子向后猛一拉 老师还拿起孩子手中的兔子娃娃大力丢出去 监视器画面甚至看到老师把孩子给倒栽 从重衰离谱到不行 恐怖的画面触目惊心 但老师的解释在这里 因为我发现我这一只手划掉 我就赶快用两只手紧紧的抱着他 因为我知道这个要掉下来的话 我可能会有吃不完的饶饭 不是丢出去哦 你骗那么清楚大家都看到 可是我是这样抱着还抱着 然后再慢慢慢慢放下来 台北市南港这间幼儿园争议 不止一抓 另一段监视器画面 还有老师甩幼童巴掌 接着拉起孩子的手罚站 幼稚园经传虐童 家长看了任无可忍 看到我儿子受伤了 他连问都没有问 就把他抓去旁边 打了他四五下 再把他的手举高 叫他去旁边发展 不好意思 三位老师我做做不好吃 但自己都很错愕 是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才知道说 眼内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 不排除减招停招停办 最后甚至会废止许可证明 这间幼稚园爆出虐童争议之后 画面公开正经网友 Google评价 瞬间被一颗新冠爆 甩巴掌的老师已经离职 另一位先停职接受调查 如果查证属实 除了得开罚 以后都不能任职 如今园长挥过的眼泪 却也弥补不了孩子 受伤的小小心灵 记者谢宏如辰一中 特别报道 随着染疫人数增加 现在越来越多人 在三个月之内 重复的感染 还有民众出现 味觉嗅觉丧失的情况 有民众却诊 隔离八天 还是快筛两条线 在病毒还是残留在体内 而且比第一次染疫还久 侦察警告表示身体免疫系统 可能出了问题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 持续降温 但民众不要以为染疫过 就能放心 台南有一位二十八岁女子 三个月不到两次确诊 第一次症状不严重 唯一丧失未觉 另外一位台北的四十多岁男子 同样二度确诊也是丧失未嗅觉 但四十多岁男子二度确诊之后 已经隔离八天 仍然快筛两条线 病毒比第一次确诊残留更久 这样的状况到底能不能出门工作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全台确诊者大约有三万多人 三个月内再次确诊 其中2%都是不到一个月内两度确诊 专家认为这跟BA.5的免疫逃脱 有很大关系 专家提醒民众还是不要轻忽 变异株免疫逃脱的特性 恐怕会再次感染 记者余生贤 网易仲台北报道 在彰化后火车站附近 你看到这个社区大楼外墙的瓷砖 已经是很严重剥露 看起来好像是像素图画一样 这个有这个斑驳的情形 其实看起来是蛮危险的 过去也曾经发生瓷砖与杂道车辆 虽然在周边现在都已经有架起了这个防护网 但是瓷砖还是不断掉下来 也因为在整栋楼如果要修起来的话 要三千多万 好 管委会跟住户呢 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共识 我们等一下看 社区大楼外墙瓷砖严重剥落 看起来坑坑巴巴非常吓人 掉落瓷砖空出许多黑色格子 看起来如同一幅像素图画 这惊悚画面就在彰化市区 大楼位于彰化后火车站 简宗街上物林超过二十多年 从921后瓷砖陆续掉落 网友说这是在玩踩地雷吗 密集恐惧症发作 还有人酸等有人被砸死就会休了 台湾的进步都是要靠人民来换的 恐怖词专语过往曾砸到一楼车辆 外围架起防护网 全因为原本的建商倒闭 管委会得自行修缮 碍于经费不足卡关多年 管委会解释修缮得花费三千多万 社区有245户平均一间得分担九到十万块 但目前和住户没有共事 只能够一言再言 瓷砖剥落的话有危急用路人的安全 管委会应该要尽到修缮管理的责任 建设处强调如果有住户申报 却没处理将依法开罚 万一瓷砖砸伤人 负责人还会吃上行则 瓷砖与大楼民众路过 依旧心惊胆战 记者陈盛为连员兵 王百英彰化采访报导 这两年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全球的晶片短缺 欧系热系车都要减产并且涨价 交货期更拉长 专家预估在明年第一季 晶片问题可能才有解 另外不耍梦想的爱车 BMW在德国的博物馆很知名 呈现百年的历史故事 也记录了德国的工业发展史 走进BMW博物馆各式经典车款 展示它的品牌故事 也记录着德国工业的发展史 古典车型到现代化流行高端车款 由古至今的工艺演变路程 令人叹为观止 BMW博物馆也是德国慕尼黑的地标之一 然而受到疫情冲击 近两年全球车市出现变化 因为物流大灾车 车商成本受影响 云鸟刚才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车用金片涨百分之十 欧系汽车品牌掌声响起 宾市半年涨两次 最高涨三十二万元 保时捷二零二三年市 预计最多涨四十六万元 BMW今年四月已涨二到八万元 二零二三年新车还有小幅调涨 车厂必须拉长它的交车期益 这样相对来讲 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是 我的同样的配备 甚至是我配备还被减少 但是我的价格却变高 另外像是丰田汽车十月 新车产量下收益成 十一月持续减产 本田汽车十月减产最大四成 全球车市预估今年年底 累计减产量四百二十六点二万辆 从下半年很多一些 三七产品需求会减少 所以晶片可能在 今年下半第四季 可能会陆陆续缓解 在明年第一季来讲的话 可能车用晶片的话 可能会获得改善 达人预估不仅新车价格 调整二手车的市场也回不去了 就算新冠疫情趋款 但还有全球通红影响 供需回问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张热门 杨棕燕 德国采访报道 从纳权团队在今天清晨 在屏东发射双节火箭 点燃之后顺利的升空 不少民众都来看 是真的好新奇 而这回重头戏就是在 第一节凸节之后 第二节还会点燃继续推进 成大航太系的叫做说 今天市场很成功 可以看到第一节火箭 在13秒左右掉下来 321火箭点燃后 成功发射 驯一下直冲天际 观看民众惊呼不已 成功大学团队研发的 双节混合式燃料探空火箭 8号清晨在屏东旭海 成功发射了 吸引不少民众潮声 成大火箭全长6.2公尺 重约有260公斤 推力等级分别为第一节 1500公斤 第二节300公斤 以仰角发射 而这次试射的重头戏 就在火箭第一节脱节后 第二节还会点燃继续推进 可飞20公里 但最终的推进时间与飞行高度 还要等成大检验后才知道 风相当大 采取比较低的发射 它的高度会不会到疫情的高度 算蛮成功的 都可以看到第一节火箭 在预计13秒左右掉下来 也发现了一些整个 这个场地方面的 我们会做一些改进 成大火箭顺利发射升空 吸引民众围观 惊呼新奇 也为太空科技版图 踏进新一步 记者张春华 SNG屏东采访报导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 快点购 扫一下